早安啦早安啦 今天是好久不見的抱怨系列啦 但不是單純要抱怨錄啦 其實也不算抱怨 今天要談的是 當Youtuber和另Youtuber另一半 會碰到的一些小問題 到底會遇到什麼事情呢 又有什麼麻煩 請讓我大聲說出來 第一個就是沒有休假日啦 六日放假 國定假日 還有連續假期 大家都在家裡休息的時候咧 我們就必須拍更多的影片還有直播 這樣你們才看得到啊 大家在上班的時候咧 我們也在持續的拍片 開直播一點都不能偷懶耶 不然齁一個演算法的洪流 捲過去我們可能還在海邊曬太陽 馬上就被捲到外太空裡面消失不見了 所以啊放假的時候 放假的時間都是需要謹慎思考的 假如碰到約會 出去玩或是拍VLOG的時候咧 路就必須先提早趕出後面幾天的影片庫存 我們才可以安心去VLOG啦 嗯?你說魚仔不用敢庫存嗎? 拜託!魚仔都買壓底線 也因為如此我們每次出去玩 大多都只能半甜半甜半甜這樣 然後拍拍VLOG給大家看咧 都不能好好放個假 仔細想想 上一次在外面來個三天兩夜的旅遊的時候 都已經是迷朝末年的事情啦 那時候我們還在熱藍遮層和荷蘭人打撲克牌咧 贏了兩隻小豬回來 千懷的路上還發生了不少事情喔 不過那就是另一個故事啦 想聽的話記得在下面留言啊 我再考慮也不要說給你們聽 總之好想放假喔 可是一想到放個假 影片庫存又要少掉一大吧 一大?對! 就覺得放假是一件好奢侈的事情 比宵夜吃30盎司的熱眼牛排還要奢侈呢 至少吃宵夜的時候還可以把肥肉藏在肚子上面啊 你們說是不是當Youtuber還有他的另一半喔 真的很累呀 不過也就只能繼續努力囉 阿露187阿露187阿露阿露10大八七